但他们有没有担心过一个点 现在我们知道人民币 其实也没有很好 还是还在贬值 而且他整个国内的 金融局势 经济局势 也不见得很好 如果再加上这样子的冲突 那会不会令中国 不单只是 你看 内忧的问题在加剧 它不单只是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些问题 还包括国内整个经济局势 人民也不满 那会不会让中国 在整个世界的经济 最大的其中一经济体里头 可能会面对烹盘的一个问题 这个比较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可能是这样 中国人民已经经历了 六七十年的上上下下 最严重的五十年前的土地改革 它做声音动 大药金死了几千万人 文革又死了千多万人 是 86到89的六四 其实就是人民币大贬值 人民币大贬值 86到89年的就是天门事件 到了九十年代 下岗人数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那个就是改革开放 就融机时代 抓大放销 那么这真正繁荣的就是 2004年到2012年 13年 这是十多年 所以这一次呢 如果发生什么大事的话 中国的经济绝对不会垮 不会垮 中国的经济绝对可以多应钞票 人民币来支持 多这一百个机场 五十个大的海港 再去搞它三几万公里的高铁 没问题 这个是可以从海人士的理论 日本当年九十年代一样的东西 到处接见 你的问题是在于它的金融系统一定垮 它的银行 它的所谓的信贷公司 它的这个外债 企业的贷款 所以这些问题呢 金融垮 经济未必垮 所以人民币呢 是在这个冲进呢 最大的牺牲 这个南海事件所牺牲的 就是人民币 那么中国最近失败的就是 直通车呢 把大量的人民币 三几万亿的人民币 放到外面 尤其在香港 这就是吵架 可以吵垮人民币的理由 唯一的理由就是直通车 我告诉中国人 告诉他们的代表 告诉一些重要的人物 直通车就是当年 马来西亚的clock 一定垮的 人民币 今天所面对的就是 国际吵架的抛压 这六个月内呢 这个 这个南海的军事冲突呢 肯定会跟 对人民币有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中国的人民 中国的人民 对中国的人民币 对毛泽东 已经没有信心了 他们知道人民币 一定将水 也拿发大量的资金 外流 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 的资金外流 他的储备金到了 这个月才开始 这个星期才开始增加一点 已经不断的流失 他的贸易盈于 所有的 就是他的来往 账向的云余呢 超过六千亿美元 但是去年到今年 他的储备金没有增加 还减少 就告诉你 他所流失的不是 那个八千亿美元的 那个储备金 而是加上六千亿的 应该有云余的钱 他的情况已经是很危险的 那么这六个月里面呢 我相信到明年一月呢 这个南海的开战呢 军事冲突 冲突呢 会加剧人民对 这个政府的信心 这个市区信心 大量的资金还要外流 最重要的打击就是香港 香港的股市 必然要跌的理由也在这里 人民会把 香港的人会把钱移走 中国的人民从香港把钱移走 所以可能我们稍微 再延伸一点点来看 就比如说像中国 他一向 他之前一路在 在提倡的这个一带一路 会因为这个冲突而延缓吗 而且是周边国家 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谎言来的 谎言 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一种宣传 一带一路就相当于当年 1930年代的大东亚 共农前日本人的 用来占领其他国家的 一带一路今天的后果就是 两个海洋 一个是南中国海 今天一带一路已经走了三年 我们看到的就是 越来越紧张 随时冲突 中围的国家完全和中国 脱离关系甚至是对抗 周围的国家包括韩国 今天的韩国跟中国对抗 因为韩国美国已经决定 上这个大厦 反弹道系统 所以呢 一带一路的南中国海呢 当然中国叫南海 你说南中国海 你就是反中国 这个南海呢 可以说呢 已经是冲突的 这个导火线 那么印度洋是一带一路的 另外一个海洋 那么另外海洋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整个贸易已经 衰退 衰退 收缩了超过三分之二 从非洲 非洲到中非的国家 买中国货 卖他们的产品 已经垮了这个贸易 西亚的 中东的石油 到中国也垮了 最简单的说 一带一路到今天为止 是接近80%的失败 但是更严重的 一带一路呢 其实就是 中国用来告诉全世界 我要占领南中国海 的决定 所以呢 从路上来讲呢 我们所谓的东亚铁路 那边全部是方言 今天呢 没有一个国家 用中国的高铁 包括辽国 今天支持中国海洋 立场的只有辽国 跟柬埔寨 这些是路上国家 那么柬埔寨 辽国 已经放去了 两年多 放去了高铁 泰国用了新钢线 从成迈到曼谷 只是用中国的中铁 从阿兰亚巴特 就是那个 坎加纳布里 这个贵河桥那边 一直到阿兰镇 印尼的万龙 亚卡塔的放去了 那么中国 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港口里面 几乎全部被毁了 这个斯里兰卡已经停止了 中国建港口 这个Maltives的印度过了 过后它们也停止了 巴格拉德也没有了 剩下面天的一个港口 是输引这个石油到云南的 这一带呢 中国是在跟友好的 马来西亚在马路加 准备开一个所谓的这个 的cruiser 全是全球最大的cruiser的港口 那个拿来讲的 那么关丹港口 我根本就是拿来讲的 所以我的故事简单的 就是说 中国在南海的事件 毁了它一带一路 所提倡的所谓的一种理想 其实是空想 这种宣传 同时呢 把人民币在东南亚 这个东亚 可以自己流通的那种前景 完全毁了 这边我写了文章 中国在这一带的贸易 可以说 也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么所剩下的一点友好的关系 就是Najib Raza跟将来中国的领导 或者是李克强 That's all 所以跟美国对抗 日本对抗 新加坡不和善 印尼对抗 越南对抗 那么加上Kazakstan呢 Kazakstan的那条路上的丝绸之路 也发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俄国最辛苦的时候 中国没有帮忙他 中国开了很多条件 签了和业不执行 所以我的论点就是 中国已经是强大到可以 强大到认为自己可以完全孤立 他已经完全孤立 但我这样子听起来 我感觉上如果真的这个冲突延续下去 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 这是一个持久战 他对中国长远来看 绝对绝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 中国没有所谓的长远 中国每一次的事件过去70年来 就是权力斗争的反应 中国的外交 中国的军事 可以说是他们的国内的权力斗争的深远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从毛泽东1937年在掌权中国的时候 高刚当时的波罗丁史泰林的代表 要干掉毛泽东 到了49年土地 成立国家过后 成立共和国过后 土地改革 这些右派的单身百花齐放 59年跟苏儿对抗 到了大妖精 他被干掉了 毛泽东被放去 到了过后 被这右派 刘少奇他们推推翻 到了66年 海瑞事件 文革事件 珍宝岛事件 林彪 逃亡 你这样看过去这70年来的斗争呢 中国对外的关系逃不了所谓的政治斗权力斗争 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明白 不过从这一年多两年来看起来 中国尤其是习近平上任过后 我们感觉到从这些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来分析来看 他其实也在尝试跟世界的其他国家保持一个友好关系 尤其在俄罗斯这一方面 那个是完全错的地方 完全错的地方 你的观察是错的 中国跟俄罗斯签了十年 三十年四千亿美元的油气 油气的交易 油掉了交钱过后 中国连续三年都不要执行 俄国要破产的时候 他的乌布呢 从34掉到82、83的时候 中国完全不出手 不买他的食用 这是什么朋友呢 中国跟37个国家已经签了 Swap, currency swap,调汇 换汇的那种政策 就是你有难 你的货币有难 我把人民跟你换 37个国家 就是只有在去年执行了阿根廷 也是借给安泽金三十亿美元 那么中国之中三月过后 他的去年八月发生股市大崩溃 人民币掉 贬值 到了正月再多一次股市再掉 这段期间里面到了三月 中国几乎完全的封锁资金外流 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外面 已经被废了公力 这些37个国家所签的这些调汇 完全是一张废子 简单的说 中国的外交已经是垮台的外交 人民币外交是垮台的外交 人民币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确实是有一点很大的问题了 但是你看刚才说到 像韩国和俄罗斯这两个 相对之前跟中国 可能有一些小矛盾的一些国家 不是小矛盾 这是很大的矛盾 因为一带一路里面 中国把这个贴道要打进这个 到这个海牙 到这个这个Rotterdam 那么中国也有上海的会议 Shanghai-com 这个问题就是 没有经过俄国的同意 它已经召了开了很多 中亚国家跟中国的会议 把俄国排外 所以中俄的矛盾 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重 到最近的俄国所谓的俄国 要派海军来跟中国的联系 就是因为这去年 中国执行了一部分的学议 给了俄国大概100亿美元的 这个这个美元 来买它的油气 执行它以前三年 没有执行的那个那个学议 所以呢 中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相当严 相当 serious 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联合这个演习 这个军事联合演习 它是还跟韩国也是有联合演习吧 这是表示了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中国本身 没有什么 这个中国是希望通过一些外交 来缓和它的军事的企图 所以不是为了 所以今天跟韩国对抗了 因为韩国认为它的国防 必须要这个大法 中国反对了 不但反对还坚决的要跟越南 跟这个南韩对抗 所以韩国的这个 博总统呢 感觉到很意外 但是他坚持要这一点 因为他们要防北韩 对 所以是不是说 如果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呢 它 因为我们刚才也分析了那么多嘛 对 听您的分析 就觉得这整个股市 肯定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全球股市 也不会 第一点它是叫做多边站 多边站未必是同时站 中国也不会蠢到同时 像这样多个国家一起开战 好像这一次的军事演戏 为什么它不在黄沿岛 因为你的海牙的判决是在黄沿岛 菲律宾跟斯卡波罗 是菲律宾跟中国 为什么你去到西沙呢 斯巴利呢 所以这个是跟越南嘛 这越南最弱的一环嘛 是 因为黄沿岛周围 美国的海军基地有七八个了 嗯 美国的这个战券航空母舰全部在菲律宾在沙巴了 嗯 所以你最弱的地方就是斯巴利 也就是说中国领不要在美国的眉头上去剃它 不要剃美国的眉毛嘛 嗯 所以他就在斯巴利不管越南的警告 所以因为这样越南就很可能在亮山先开战 所以我的论点就是多边战不是同时战 嗯 所以四面楚歌 当然四面楚歌是消极的了 中国四面都是敌人 他不需要四面一起打的吗 中国既然想得到 但这也是一个军事的一个策略 但中国想得到 其他人也想得到吧 包括最主要在背后的就是美国本身 他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最大的 人家是说假想敌了 但现实际看起来不是假想敌了 那美国自然也有这样策略啊 他也知道可能这个越南他会跟他打陆战 那其他方面如果同时开战啊 中国也占不了什么便宜吧 对不对 这个问题不在占不占便宜 而是保家卫国就是要坚持你的立场 所以保家卫国就是 韩战的时候中国牺牲了多少人 毛泽东的孩子 毛岸英也在那边去世了 被打死了 所以你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战略构思是什么 中国的战略构思是什么 你从那边才能够深演他们的战术 他们的战略方法 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的就是 你来 他就是说河水不犯井水 你来我打 谁来谁打 所以这个论点呢就是 我不认为中国会同时一下跟所有的人都开战 所以他不采取主动 他是以一个被动的形式来应对 他其实是被动之中的之间的主动 第一次是军事争枪是弹的演习 就是主动 你还没有动我先争枪是弹 就准备你来 明天判决 今晚判决 你来我就打你 这也就是被动中的主动 我是叫做de facto 我制造一个现状 de facto就是 这就是我的领海 你来我打你 他已经做了很多次 这五年里面 从2012年到2011年到现在 很多次他把这些南达的九列线里面的那些海洋就说 Holiday 任何人样我就开炮 印尼印度的船跟越南船去探测 就给他开炮 其实已经开战了 嗯 就是对方没有还手 中国已经开炮了 警告了 后来就用水炮 开始就用炸弹 下那些遗传 这已经很多次了 不是一次了 好像这一次 因中国海军包围印尼的海军 就是要开战了 就在纳敦那附近 嗯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就是能不能大概就做一个总结呢 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冲突 他各方面看起来其实对中国来说 他主要是保驾卫国嘛 像您说的 也不是为了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中国还没用这句话 对 中国我相信他也不会 中国暂时也很难用这句话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直接用这句话 因为毕竟 但是他到现在为止的论点呢 几步就是这句话 呃 就结论了 他背后的意思是这样子 不是结论 他们的宣传里面就是这句话 就是没有用这句话 嗯 那美国你看我们好中国他的立场是用这个保驾卫国做一个论点 那美国是用什么概念呢 美国很容易就是自由航行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美国一向来 这十二年前呢 2004年国际会议上 我就质问中这个美国的代表 日本的代表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 我十二年前 2004年 Norning South Beach ISIS主持的一个归宜 我当时问了六个问题 就是全部有预测性的 嗯 今天呢 大部分的事情都发生了 嗯 所以我很高兴的说 当然是我个人啊 自豪的说 嗯 这个军事冲突一定发生 嗯 而且发生的会持久 嗯 所以呢 所损失的就是 中国所占的就是领海 所失去的就是领导 嗯 中国最大的失败呢 就是 中国是被全世界孤立了 你有钱 中国是霸主 那我们叫做土豪金 中国今天的领导就是土豪金 中国的经济将会面对长期的衰退 不是那种recession 而是长期的软价 中国的金融随时会崩溃 所以这两点告诉我呢 中国的政治随时会动荡 真的 会走回当时的文革 但是呢 今天习近平所搞的 就是第二次文革 不准你打Goff 不准你贪污 不准你买这个股市 所以这些就会导致 这第二次文革导致第一次文革那一类的后果 那个后果就是不会有内战 但是肯定会有动荡 何博士 我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您刚才提到中国会面对全球的这个孤立 但我这个疑问是在于 中国的本身 呃 它有一张 算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全世界主要的一些 尤其是东盟国家 有好多国家都在尝试能够进入中国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发展 那是完全错 完全错 嗯 完全错 马来西亚 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国 中国的入口大量的减少 嗯嗯嗯 马来西亚的出口增加 嗯 什么理由呢 就是我们这些华商 我们伟大的华士领袖 笨蛋的华士领袖 完全不了解 中马的贸易主要在于 40到40多巴仙以上 当时电子电器产品 嗯 跨过公司 从马来西亚卖到中国 跨过公司再转到美国 嗯 最后的市场是美国 不是中国 嗯 马来西亚卖给中国的 主要的就是 化石化工业的产品 嗯 油 中油 之类之类的 嗯 但是中国卖给马来西亚的产品呢 就把马来西亚的 华人的企业 大部分被摧毁了 是 今天所谓中马中商贸这些组织呢 纯粹是 贸易的 当时的厂家今天变为贸易商 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中小工业 甚至我们的农业 都可能被中国 几乎被中国推毁了 嗯 十年前的 十二年前的时候 我救了 我们所有的鸡农 当时中国的鸡 因为马哈迪奥 巴菲特阿兹斯 完全不了解 第一次第二次的收获 Second harvest early harvest 提早收获 就是毁掉我们 所有的农场 因为中国的鸡肉 正如马来西亚的鸡肉呢 是快六千本钱 嗯 我们的本钱是两块四 嗯 谁能够承担呢 十四个月 三十六间瓜牌公司 三千间农场都要关闭 就是我写了报告 给马哈迪奥马上禁止 嗯 还丢了他们到现在 所以这些商家领袖 伟大的商家 笨蛋的商家领袖 对中国是半知不解 嗯 我们的工业 我们的小工业 全部被中国的 admect in China 堆毁掉 包括其他的国家 不过近三年里面 中国的价钱高了 很多厂商走了 整个东莞垮了 东莞的那些什么制造业 玩具制造业全部走了 沿海的 厦门的 上海的都走了 所以今天的MIC made in China 已经不再是 中国的特性 另外一点就是 中国所收 跟全世界入口的 主要就是原产品 大宗商品 中国也不行了 中国是overbuild 已经overcapacity 太严重了 所以澳洲垮了 加拿大垮了 印尼垮了 就是因为 印尼的矿场也垮了 就是因为中国已经不行了 所以中国的不行 不是这一年将会是十年八年 甚至二十年 跟日本当年一样 中国的债务太高 中国的经济绝对可以维持成长 但是低成长 中国的产品也不能够再跟全世界 拼比了 剩下一些产品 比如说华为啊 比如说 他们最新的一些 Lenovo啊 之类之类的东西 所以中国已经是 属于第二流的经济国 那他们之前所支持这个亚投行 能扮演是什么 其完全没有作用的 五百亿美元 主要是政治目的 五百亿美元能够从 怎么到那 见到 见到这个 扰娃的那条海位吗 今年需要一万亿美元 最少一万亿美元来投资 这个五百亿美元 怎么来去投资菲律宾 怎么来去搞两三条高铁 今天高铁的失败几乎全世界都拒绝高铁 其中的理由就是 他们有问题 中国的问题 不是这些国家的问题 所以呢 中国的失败呢 不是在南海 它的高铁 它的出口 它的入口 它的人民币 它的领导 它的国内的政治斗争 它的转型 在中国最 全世界最有利的 今天就是中国有两亿 应该到了五两三年后 有两亿的廉价的理科到全世界走 中国的高价的理科已经垮了 这连续四年 不管是纽约 伦敦 巴黎 新加坡 香港 跟韩国 这个中国人的所谓claim的GST已经垮了 你是外国理科 你可以claimGST 中国理科高级的GST的claim已经垮了 所以剩下来的这几两亿呢 应该是中下的理科 居宰群的到处去走 当然对新三是很有利 对其他的国家都很有利 但是中国的钱已经很快的流了很多 尽管它有资金管制 它资金管制就毁了人民币国际化 所以我的论点就是因为中国的政策的事物 外交的事物 军事的冒险 领导的冲突 变成了我们只面对一个很不稳定的中国 就好比 当然不可以比了 当年的文革 当然当年的文革中国是向内 今天的中国是对外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将会面对一个很不稳定的中国 好 很不稳定的局人 是 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何博士 这个这么详尽的分析 而且是论点确实也跟一般的这个分析家 有一点不太一样 不过呢 也许我们今天的这个 可能还有更多延伸的课题 可以再延续再谈的 下一次可能有机会 我们再邀请 是什么名啊 谢谢你 我是威尔 谢谢你 谢谢你何博士 谢谢 再见 像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课题里头呢 有很多这些想法和观点 确实有一点的 跟一般的主流的看法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都认为说呢 就中国本身是那么强大 他们会在 即使起了这个冲突 我先不说其他点 就说起冲突这件事情呢 在很多分析家里头 并没有实际上 把这个这个问题提升出来 把他们提了出来 因为这冲突毕竟 就像何博士说的 他是在海上的 你根本你在 我们一般在陆地上 你不会感受得到 我们只是从新闻报章上 媒体上看到 有这样子的冲突 即使你再打了起来 你也不会听到 啪啪啪那种 那种轰炸的声音 但是实际上 这样子的这种轰炸 这种冲突呢 它对各国都不见得 有很大的好处 毕竟只要冲突一发生 它就绝对不是一个 有利的这个状况 但是你说完全没有利吗 也不见得是 因为毕竟这个中国 它内部 当然我们也是谈到很多嘛 每一个国家参与 这个冲突里头 包括像印尼本身 也是为了这个国内的 他自己本身 像Jokowi 他要巩固他的实力 那同样的 中国为什么起这个冲突呢 也是因为习近平 他们内部 就是在中国 这个共产党内部呢 已经有很大的 这个权力斗争在里头 如果他不再去做这个事情 不再去 有一些话题 有一些课题 能够让他稳固他势力的话 那接着他可能就会面对 更大的这个权力的分裂 其实我蛮意外的 就是他说那个中国 其实也没有我们表面 看得那么好 就是其实如果 真的是发生了一些冲突的话 其实他也会垮 就觉得其实好像感觉 就我们真的不能够看表面 就看起来中国是很强大 他也不理说 那个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他还是会有 就他在经济上面 还是会有很大的那个转变 其实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你想象一下 我们就一个比较简单一个比喻吧 就好像一头大象 大象你看起来是很很雄伟 而且是很稳定 很稳的吧 他好像是很强大 连老虎都可能怕他的 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有多 有一群老虎来攻击一只大象 他不是一群大象 是几只老虎来攻击一头大象 我就说 别说老虎了 就说狼好不好 狼也没老虎呢 那么大的个力气吧 对不对 但是是一群狼来攻击一头大象 你如果还站得稳稳的话还行 但是如果他一直攻击你的脚 每一头大象他都有弱点 当你一直攻击这个弱点 而你也也没有办法关注的 去把去对每一个人 就像刚才提到的多边战争 即使你不是同一个时候去发生 OK 但是他不断的攻击你 他骚扰你 分散你的注意力 那你一倒下来过后 你就完了 是 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形容词 但他不完全那么贴切 但是就是大概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像今天我们谈南海国际中裁庭 他的结果 根据何博士的这个说法呢 几乎可以不用考虑 中国有盛免这一回事 是 这是菲律宾 这胜算几乎是 可以说是百分百了 那无论是怎么样都好 很明显的看出 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呢 它是完全无法避免了 只是说在这冲突里头 谁会占了这个最有利的一方 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去说了一个准 只是如果你分析来看呢 看起来绝对不是中国 那中国如果能够熬过这一个门槛 能够过掉这个门槛 也许他人家说嘛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对吧 就看中国能不能跨过这个门槛了 至于像越南啊 还有这个菲律宾啊 还有这个美国 他们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也许就是一个联合性的一个好处吧 毕竟菲律宾本身 如果他获胜的话 他就非常有充足的理由在说 这个地区是人家 是中国来冒犯我了 以后在国际法庭上 在整个国际的这个视野上呢 他就有一个能比较强硬的立足的这个点 反正中国就比较弱了 因为他毕竟在国际法庭上是输了嘛 而且很多的其他国家也会就是去靠拢那个菲律宾了 嗯 就也不能够说靠拢啊 就是说 就像刚才何博士说的 就中国会被全世界大 他用的是全世界这个字 我用大部分 有跟中国有相关的一些国家 可能会或者南海这些纷争里头的国家呢 他会被孤立 中国会被孤立 当然马来西亚 我们作为在马来西亚的一份子呢 呃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就是说 有有太多的这个冲突发生在马来西亚 因为毕竟这种冲突发生的话 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 而目前呃也也跟中国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商业贸易来往 这个冲突如果一发生的话 对我们来说绝对会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呃 这个问题 嗯 对我们经济也不好 对所以就希望说 呃在这个国际呢 呃这个中裁厅的结果 下判了过后 呃就他的这个冲突呢 能够减到最低 就尽量减到最低 虽然说这个希望是比较渺茫 哈哈 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参与 我相信 他就是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还是会有希望的啦 不要这么悲观 是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何博士呃 跟我们分析了那么多 也让大家可能对这个有不同观点 不同的看法可以再做更多的分析 尤其是商家本身听了今天的这个节目过后呢 我相信你可以理出一个方式 理出一套自己的这个套路来 接着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国际中裁厅 对这个男孩的判决过后 对股市对经济的影响 希望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吧 明天我们继续天马行空再见